如果你是一个自控力很差的人 那么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你是不是经常熬夜 很少锻炼 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 下决心要早睡早起 但是每次都坚持一两天 就以失败告终了 你有没有想过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心理学专家 凯利·麦克尼格尔教授 写过一本书叫做自控力 这本书一针见血的指出了 我们自控力不足的根本原因 首先他提出了意志力损耗的理论 人的意志力和体力一样会消耗 有时候在提升自我的过程中的困难 都在不断消磨着我们的意志力 而且这本书推荐的不是强制疗法 而是提倡我们在面对诱惑时 利用其他欲望来抵挡当前的诱惑 他考虑到了意志力薄弱的人 本来就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去直接对抗 最后这本书提出了善待自己的重要性 善待自己其实就是给自己减压 只有有效的压力缓解了 才能使人们不再为了逃避压力而被诱惑 所以在你很迷茫很焦虑的时候 一定要看看这本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壁